小心笑话,就 爸爸,以前我们运动的时候 经常会觉得,抑郁不快乐 那现在呢? 现在,只要一天偷懒不去运动 就跟翘课打游戏一样开心 好懒啊你 今天,我和妈妈坐出租车的时候 被赶下车了 为什么呢? 坐在前面有个,不认识的人问我 以后要去哪里 我说关你批事啊 然后就被赶下了出租车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我一向不太喜欢 陌生人问我隐私问题 可人家是,出租车司机啊 爸爸,你小时候 爷爷是不是也教育您 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是啊 那别人的事情 是不是也要帮着做 那当然 那我长大以后 我的钱我自己花 你们的钱让我帮着花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 这个 我会说 我变成了 我变成了